藐视智慧和讯会 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 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 使你们能分别是非 做诚实无过的人 直到基督的日子 今天在我们当中 讲为我们正道的是 我们熟悉的王子燕传道 他正道的主题是 知识就是 弟兄姐妹平安 咱们是进了12月份了 就好像刚才咱们的领事的姐妹提到的 说到了年底啊 又是一个我们可以沉淀一下 对吧 回顾一下这一年 展望新的一年这么一个时间 对那当然年底未必有空了 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更忙了 但至少这个天气稍微凉快点 这人没那么躁啊 对 好像这个状态也好一点 你可以想一些叫做大灾问 就是一个叫 就big questions 就比如一些比较大一点的话题 对吧 因为香港生活确实太忙碌了 每天就是 你想一个什么事情 我做一个什么事情 目的性太强 对吧 咱们可以稍微的抽离一下 想一些比较大的话题 比如说今天这个话题 知识就是 我重新留了三个点啊 你顺着往下一说的话 那你会马上想到那句 知识就是力量 对吧 小时候这个根深蒂固 咱们就从这句话说起吧 知识就是力量 通常什么场合 或者是什么地方用这句话 小孩读书对吧 学校啊 什么这些地方 那正好前两天在网上 看见一个就是 图书馆的这么一个告示 这图书馆啊 咱们知道 一般就是图书馆怕什么 就怕人在里边吃东西 对吧 弄得挺黏糊啊 掉渣啊 什么这个不好弄 对 所以一般图书馆都贴这个 是不是有点 有点混音的这个 这个 还行是吧 那我 谢谢你们听着请就行 对对 就图书馆里就怕这个 那一般写一告示 怎么写呢 说不可以在图书馆饮食 抓着你罚钱 对 你可以这么写 对 很直白 对 但是你说这图书馆 这么斯文的地方 对吧 这好像稍微的差点 对 所以说 你看 有这么一个 看不太清楚 我给您说说 大概什么意思 对 说哎呀 这个不要在图书馆里饮食 为什么呢 你吃东西一吊渣 这个蚂蚁一颗就来了 这个蚂蚁 它一吃了这些东西 它吃饱喝足了 这蚂蚁来了 它就不走了 它在这 它就看书去了 这蚂蚁一看书可坏了 怎么办呢 它有了知识了 对吧 这个知识就是力量啊 这个knowledge is power 对吧 但是那个power corrupts 对吧 你有了这个力量 有这个权力 它就出问题了 然后这蚂蚁就占领世界了 对吧 哎 你瞧 你就是忍不住嘴 对吧 你捅出多大事来 反正就是 这是一个比较高情商的 这么一个告示吧 对 但是咱们仔细想这事 它不是说 它这个是比较幽默的一个方式 它说的肯定不是蚂蚁的问题 这两句话 它显然是人的问题 您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咱们生活在一个什么年代 知识大爆炸的年代 每天就您刷手机 刷出多天南地北 多少有用没用的信息 都整一一展现在您的面前 但是您说 哎呀 过去说 哎呀 知识就是力量 对吧 知识改变世界 知识就让我们可以过上 幸福愉快的生活 但请问今天我们是不是 全世界人民 对吧 幸福愉快的生活在一起 没有战争 没有冲突 对吧 这个大家都生活得非常愉悦 就是也从来不疲惫 从来不用加班 是不是这样呢 那显然不是 所以那到底 这到底这个知识 它出了什么问题 那或者说这个毛病在哪 哎 今天咱们就先追本溯源 那说说这个知识就是力量 咱们就从这句话追 今天因为这个 这所谓大灾问 这些话题 我们今天一些讨论呢 可能是只是从一个角度去 怎么说去去 这样的一个问题 不一定能得到一个 终极的一个结论 对吧 也不一定能达到一个 您让你们所有人都满意的一个答案 但我想只是一个抛砖引玉啊 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这个话题 我觉得是对我们是有益的 那么说这句话哪来的呢 一般您肯定知道这个 对吧 这Francis Bacon 咱们这根书 对吧 这您小时候 肯定肯定就都贴墙上吧 对 知识就是力量 培根 打了他这个头衔 不过他到底 他这说话 这这话上下文是怎么 其实啊 他这个 那个 他自己这个培根 他不自个儿没有特别强调这句话 这是他的一个著作里边有这么一句 而且还有一个 就是他得有一别的 就是这上面那个拉丁文 咱们就摸摸 知识本身就是力量 有一个本身 就是这个句话 后来人们给他加工过了 是变成这样 他的这个话呢 是后来说这个 这个这个作为一个很有名的观点 是他的学生呢 霍布斯 上次您要听那个 伟亨老师啊 讲题 提过这位 一个一个英国的一个一个 一个政治学家呢 但这个Francis Bacon 他说这个话是 本身是一个什么背景呢 诶 这这书语 这也是拉丁文 咱们不是拉丁文 您看看吧 您猜猜这个字 像什么字 第一个像不像这个 meditation呢 默想对吧 第二一个呢 神圣 对了 对对对 妄文生意 咱们也看 关于神圣的一个默想 是他自个儿 你叫做是灵修的一个笔迹 这Francis Bacon 他这个他讲了好多什么 关于教会啊 关于圣经啊 你要看他这个 这个咱们维基文库上 您找到找到他的这个 原来拉丁文 那些翻译成英文了 您看得见 大概说这是什么意思 怎么说 咱们一般现在解释 他这句话都是放在一个 叫什么 科学革命 对吧 他是一个科学的先驱 这个empirical 对吧 science 对吧 这样的一个 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带来生产力 咱们现在是从这个角度 其实人家 Bacon原本 他不是说的这个 这个上下文 他的那句 等好是他在什么 论一端 他在驳斥一些 他当时的那些 信仰上面有问题的 这些 他在讨论这个问题 他大概是怎么回事 而且引了一句经文 咱们都很熟悉的 就是说 耶稣回答说 当时那些 敌对他的人 说你们错了 因为不明白圣经 也不明白神的大能 他这knowledge is power 他那power指的是 这个大能 所以说他是在探讨 关于上帝的认知 对吧 还有神的大能 他是在这样的 一个语境下 出的这句话 所以说这其实 给我们一个启发呀 对吧 当然你从后来的那些 历史上的理解不算错 但至少给我们一个启发 就是说 当我们思想知识 思想力量power的时候 我们应该去 至少应该放在一个 信仰的这样的一个 语境当中 是值得让我们去 从这个角度 去重新思考 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么看看这个 圣经里面经文 都是今天选了一些 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 一些经文 他怎么说 也是我们经常在教会里面 会听到 比如听到知识的话 您通常会听到哪些话 可能这句你是常听到 对吧 这个知识使人自高自大 好像在教会里面 就提我们 不要夸耀你的知识 什么什么 知识让人自高自大 这也是实话 对吧 但是说咱们这个 看这上下文 今天不会说 如果将来咱们有机会 去读保罗的 格林多书信等等 我们看到保罗 他在讨论 比如拜偶像等等 这些话题当中 他提到这句 但这个也是 确实是一个 一会我们要继续探讨 那是不是就是 这个知识就不好了 咱们就到教会 我们就是要心灵 诚实 彼此相爱 就把这个抛在一边了 对吧 那些知识都是一些世俗 大家勾心弄脚 那可没用 可是同一本圣经 那些真言书里面 他就不是这么说 他就提到说 敬畏耶和华士 知识的开端 愚往人藐视 智慧和训会 那恰恰 这就比较像 咱们根书说的 对吧 那些异端 他们是说 不明白上帝的真理 你没有这样 真的知识 这个里边 好像这知识 又是一个正面的事情 所以说 这个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当我们思想这个问题 你不能够一概而论 对吧 你把上面那个 对吧 知识使人自高自大 你把它带到下面 不是这样 直接带入 这也不行的 这咱们还是要说 仔细地去看一看 说思想一下 到底说 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包括说 底下提到说 无知其实也会让人 自高自大 那怎么去思考呢 那今天可能我们就 不去到某一章的 一个解经的过程 我们就从一个 我们一般的一种感受 我们一般的经验 从这个作为一个出发 那知识 咱们先说 知识使人自高自大 知识什么时候 使人自高自大呢 我们可能也 见过一些 比如说 咱们当中也很多了 一些这个 这个学富 舞车的这个 长辈们 对吧 他们可不自高自大 他们可能更加的谦虚 对吧 更加的谨慎 我们人是知道 很多这样的人 什么时候会使人 自高自大呢 当然这个 哪位的具体的例子 说这样就自高自大 或者说这这 肯定大家都不乐意了 那咱们就稍微借助一点 一些这个叫做研究吧 一些这个社会心理学的 一些研究吧 对 说一下 上面这个图 是您在网上 经常会看到的 一个图 它讲到一个人的 认知的这么一个曲线 你看上面这个 就是这个 打这起 就是你什么都不知道 对吧 到这边你是 就很 很 就是认知的很厉害了 对吧 成了一个高手了 横轴啊 是你认知的 你到底说知道多少 这个纵轴是什么呢 是你这个人的这个心态 咱们体会一下 有没有这么一个感觉 就刚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 你肯定不会说觉得 很自高自大 不知道吗 对吧 但如果当我们稍微知道一点了 稍微的掌握一点点 甭管您干什么 是照相也好 或者是做饭也好 哎呀 突然间会有一个阶段是什么呢 您这个自信爆棚啊 哎呀 这个太有意思了 对吧 然后废寝忘食 甚至于和跟别人 特别说 我跟你做个什么 对 它就有这么一个阶段 对吧 它又有词一些 说它就好像就是 它就开玩笑了 它就说有这么一个peak 叫做说Mount Stupid 就是好像一下就到一个 你不是很怎么知道 但是说你自信爆棚的 这么一个阶段 但是如果你不停在这 您再继续去了解呢 你会发现 哎 原来还有这么多 我不懂的呢 是吧 原来人家高手 还是 那个高手中还有高手 然后会 之后怎么样呢 就会有一阵 比较蔫的这么一个阶段 说哎呀 原来我这是 不怎么样呢 等再从这个低谷 再慢慢慢慢 您再不懈的努力 再爬上来的时候 哦 那是我是一个 对自己有一个 比较稳妥的一个认知 对吧 对这个东西 比较有一个掌握 哎 这是比较踏实的 我大概知道 自己几斤几两 哎 这很有意思 就是通常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curve 当然这个东西 是比较夸张了 不好意思啊 稍微底下 稍微加了一些注解 这不是故弄玄虚 因为为什么 就是如果您上网搜的话呢 这经常有一个误解 就是 很多您上网上 这个这样的图呢 它把它叫做一个 就是Darling Kruger effect 叫达克效应 对吧 这是两个人的人名字 但其实这个图啊 它不是 不信 您现在搜一下 他是说 这个Darling Kruger effect 是1999年 他们做的一个研究 他不是讲的一个人的 这样的一个学习曲线 他讲的是什么呢 我简单说一说 您听 就讲一群人 比如对于某一样的知识 比如说是这个 他用的 当时做的实验 做的语法的 一些基本的知识 大家都会一点 是什么样呢 就是说 他发现这个人群当中 说如果你对这个事情 掌握的比较少 就不太了解 但是你多少知道点 一做测试 它让你猜 你大概 比如得多少分吧 通常你要是不是 太熟悉的东西呢 你对自己的这个估计 往往会有偏差 而且是什么 容易勾估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水平 比如说吧 你说考完了以后 他问你 你大概您刚才那考试 您得多少分吧 如果这位真实 拿卷子出来 比如20分 他可能您问他的时候 他觉得说 哎呀可能还行吧 我这还会点的 七八十分吧 可能他高估 但真正如果你很 比较精通 或者比较有把握的 他会觉得 哎呀这个 不是很确定 反正还有是有些不会的 可能差不多80分 选点 反正这是准的 就是你看他 他在人比较 可以说用的 说的直白一点 比较不懂 或者比较无知的情况下 他容易倾向于 勾估自己的这么一个状况 所以这是原来的研究 这能不能直接推出这个曲线呢 大概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后来另外的一个 就是Darling 他又跟另外一个人 做了一个研究 你看这条曲线 特别就是研究说 这个人在一个某一个人 他这个学习曲线 好像有这么一点的感觉了 但是那个图有点漫画似的 有点夸张了 但是似乎确实找 就是有这么一个现象 就是当我们在新手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一个阶段 我们觉得自己很厉害 但其实真正的水平 不是那么厉害 这个时候 你叫做比较容易 自高自大也好 比较容易过度自信也好 这是人之常情 咱们都有这么一阶段 所以说他们就起了个名字 叫做beginner's bubble 他说为什么会这样 就好像你新手的时候 你会好像在一个bubble 在一个power里边 因为你不太了解 这个领域整个是什么样 你就看着眼前这几件事 稍微做一下 有点成功的喜悦 成功的喜悦非常好 但是容易让人去 好像在这样一个 比较狭窄的视野当中 觉得自己很厉害 这叫beginner's bubble 但是人家没有说 不是一个嘲讽的意思 他是说 我们应该留意这个事情 当我们这种 突然觉得自己自信心爆棚的时候 要小心 这个时候容易犯错误 对吧 这是帮助我们有这么一个把握 自我的一个把握的 这样的一个研究 当然说这是 它叫做危险之一了 对 这个当然是有危险的 比如您学开车 学这些技能 那当然是 你要很小心 对吧 你别刚会开一点 你要怎么怎么样 那就有危险 不过大部分时候 作为一个beginner 您不会好像这个 不至于说让您担当什么特别重要的一个决策 或者什么 好像这个东西可能闹笑话的这个状况比较多 对吧 真正造成直接危害的比较少 另外一个可能危害就关于知识的一个内容 危害就大一点 我们看看这个 马太福音一段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段经文 它就是这个 这是耶稣的一段教导了 耶稣在批评当时的一些文士法利塞人 他说什么呢 他说你们要防备文士 文士是当时教导圣经 抄写圣经这些人 我不知道大家 咱们对他们印象是什么 好像是一群书呆子 对吧 好像是这样的一群人 对吧 你看啊 他们好穿着长袍走来走去 喜欢在人们在街市当中问他们安 又喜欢 又喜爱会堂的高位 对吧 在这个宴席上的首座 这么一群挺迂腐 对吧 又是觉得自命不凡 这样一群人 对吧 看着是挺凡人的 这样一群 但后面是一群厉害的 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 哎哟 您说这个文士 对吧 书呆子看上去没什么用的 就这 这这个侵吞人家的家产 这像是黑社会做的事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这个事情呢 我不知道您能不能 那个脑子里边能重构出来这件事 对 现在一些学者大概就闹清楚怎么回事 当时啊 因为认字的这个比例啊 不是太多 好多人是不识字的 所以说他要签什么地契 签一些契约 得找别人 帮着他念呀 帮着他什么 就在这个地方做手脚 比如这个文士跟那个 怎么叫地主吧 对吧 这个大财主 串通好了 人家寡妇说 哎借你钱对吧 那个你要是 还不上对吧 什么什么如何 他偷偷写上 你又还不上 你把你的家里边家产 田产都给了这边了 写的是一个样 给他念的是一个样 哎 到时候一说 人家说啊 怎么我不知道有 这怎么这么写的 哎 你看看白纸黑字啊 这坏头了 所以说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所以说是耶稣对他们 是有很强烈的一个批评 咱们可以看一看 知识在这儿的一个作用 因为识字 这不算什么很高深的知识 但是识字不识字 这样的一个差异 它就可以带来 就是knowledge is power power corrupts 这样的知识 可以带来权力的物用 你说当时是这样 现在 现代的社会是不是这样 可以说现在是叫 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人把这种知识 垄断的这样的一个知识也好 信息也好 当成一个欺压别人 压榨别人的手段的时候 这就变成是非常可怕 知识 当知识带来的权力被物用的时候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这是危险之二 那你说这种 咱们反思两个角度 知识确实可能被物用 或者可能带来一些 我们觉得不好的一个事情 那应该怎么办呢 对吧 我前些日子在网上 看了一个YouTuber的一段短片 我还觉得挺有启发 一个年轻人的 我对他整个的背景 不是特别了解 我没follow他别的东西 但是他这个片子 还是看的还是比较多 一个大陆的一个孩子 叫猴什么 叫猴什么了 咱们先看 当然不是说他说的 就是一个 就把他的话就奉若归孽了 他的信仰背景 我也不知道 但是他说的有一些point 是我觉得对我来讲 就听人特别扎心的 对吧 咱们先看看好不好 麻烦那个 谢谢 My favorite bookstore in Seattle At 3 o'clock Number 2015 When I was walking by Magda's Books My favorite bookstore in Seattle At 3 o'clock in the morning My eyes were immediately caught By the title of a book In the yellow glim behind the window So I went there the next morning Bought it And read it The book is probably not the best collection of essays I've ever read But the title has since then stayed with me The moral obligation to be intelligent What does that have to do with learning languages? Does speaking foreign languages make you more intelligent? It depends Is the ability to speak another language part of intelligence? Not necessarily But being intelligent And known for our languages Do share one thing in common They're both painful And by painful I don't mean the annui of tediously long lectures Or vocabulary and grammatical studies Or the expense of time for the pursuit of wisdom and knowledge Or even The loneliness your dedication to the endeavor could bring up on you The pain The true torment Is the confusion The bigger the circle of the known The greater the contact with the unknown And the more firmly unlearned beliefs used to stand The more helplessly your new identity totters If you're lucky enough to study Farsi You may realize that Not all the beautiful poetry is written in your mother tongue The Persian epics written in the Sassanite empire Are as beautiful as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 If you happen to study Spanish You may realize that What you thought so unique an aspect of your culture As a similar counterpart in another culture That the Puerto Rican Amorfia Is almost identical with the Korean Sundae If Russian is your language You may realize that Not all the important battles That changed the course of human history Were fought on your native land That the Russian defeat of the Golden Horde And the field of Culicuova Is no less significant Than the reconquest of Granada in Spain Can't you do this by reading history? One may ask Yes But history written by whom? And for whom? Because you see After learning a language If you care enough Part of you becomes a member of the tribe To which the language belongs And that cultural schizophrenia Can be truly excruciating That pain however Can't be easily offset By the better chances of employment in your job market Or the simple pleasures of impressing your friends At the dinner table With political intrigues And historical anecdotes Played out in five different languages Why then Would anyone Who's not a crazy massagist Want to learn a foreign language? Yes To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Yes To travel to different places Yes To advance your career In a globalized world Yes It is good for your brain But more importantly As potentially excruciating as it is It is for those curious enough To see the world as it is And those brave enough To tear down the veils of bigotry Instead of comfortably hiding behind the linguistic barrier And refusing to step forward And know your fellow human beings Or even the so-called enemies I am by no means Accusing those not fond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being cowards If anything They have to be forever more on their guard Of the bigotries The fatuities And the language barrier And constantly seek more reliable sources Of information Indeed The pursuit of knowledge Is almost by definition A sort of massachism And language learning is no exception But in such pain And perhaps only in such pain Can we overcome Misunderstandings Ridge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And find a world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好 谢谢 洪雪清 我没看过他别的片子 不知道他别的怎么样 但至少说 这段短片我看完了以后 有几层让我扎心的地方吧 第一层呢 就是我本人 我这语言学习的能力就差点 我来香港这快20年了吧 对吧 头十年我连听广东话都费劲 听不会的 后来也是因为一些机缘巧合吧 反正就是开始学 那英文就更蒙提了 您知道 是跟我熟的知道 我之前就是 现在不是读这个课程 之前得刷雅思啊 我刷了五回 对那笔都快让我攒齐了 这个就是痛苦的机缘就不提了 但是学生的事说 哎呀 是啊学语言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但是恰恰它第二层让我扎心的地方 您不知道您刚才您留意到没 他这个痛苦不在于说好像过程当中啊 对吧 而且他的喜悦也不在于说你可以跟人炫 对吧 哎 那就是当时他讲到很多point 那如果呼应前面 刚才咱们讲到那两个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留意到没有 一个一个就是说那个说是beginners bubble 对吧 还有一个叫做这个就是说 你这个权力不对等 你拿语言这个权力就害人 第二个他说的比较直接 就刚开始他是讲的一本书 对吧半夜看到 那本书叫做这个 就是有中文翻译 对吧 叫知性乃道德责任 讲到说你的这个知识 它有一种道德的责任 那恰恰你拥有知识 不是说我可以利用这个知识 给我带来的优势 我去占别人便宜的 不是这样 恰恰你拥有了知识 拥有了这个power 你就有更高的一个要求 你怎么样去善用这个知识 对这是第二点 那第一点其实他彻底到没有 我觉得也涉及到 他讲到就是你学一个新东西 你可以就很开心的 但是你要真正去深入的话 你不是满足于说 这饭桌上跟人炫一下的话 这下要的命了 怎么呢 你学语言你一定会 进入到那个语言的文化 进入到他们的世界 变成他们的一部分 这下 这下就是你的beginners bubble就破了 破了完以后说 哦 原来这个世界 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 很让我有启发 觉得这所谓厚生可畏呢 咱们老说现在年轻人如何如何 我觉得真是厚生可畏 他在面对一个 现在咱们这个年代 非常尖锐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看现在 所有大家这个整个世界拉平了 对吧 原来我们好像可以去生活在一个 很local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对吧 你不太不需要太管 到底这个世界别的地方 别人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现在已经不行了 我们需要跟生活在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观念 是你觉得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人 一起来相处 那么我觉得这个年轻人 还是要看它的观念 一им我们来讲 我们在必须的一种 那这个世界 对比我们要去 把否则在那些世界 这种世面 一个困惑 那然后我们 他看我们的一个想法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 那么当中 那特别我想到说咱们这个人群 特别基督徒的群体 他的信仰背景我不知道 但对于我们来讲 其实我相信咱们当中很多人 其实都经历了一个非常重要 像他说的跨出这一步的一个过程 你已经完成了 你今天坐在这 为什么 其实我们好多人背景都是在说 无神论的一个背景当中成长起来的 对于世界的认知是 没有什么上帝的这回事 但是我们已经做到了一个 相信经过大家的各种的思考 对吧 挣扎也好 各种各样的一个过程也好 我们跨出了这样一步 这是各位 我觉得应该给自己一点掌声 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我记得是2006年在科大那 我刚刚信主的那些绝制 白天绝制 晚上躺在床上 我就在那睡不着觉 我就看着天花板 我就想 说坏了 我之前 对这个世界的一切的认知 可能都是错的 或至少要都打上一个问号 这个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对是这样啊 所以说大家已经非常勇敢地跨出了头一步 但我现在想要咱们彼此共勉的是 我们不要让这一步 我们现在已经接受上帝 我们这一步变成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叫做beginner's bubble 对吧 生活在一个好像我们自己觉得 来教会 看一下坐一会 什么大家 生活在这样的一个 一个叫做圈子当中 对吧 觉得很开心 可能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是我们需要继续的去 不断的走出我们的这种安住区 同温层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充满着不同声音的世界 那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还是看几段经文 你看很多人提到说 哎 我们信仰就是要像一个小孩子 对吧 那小孩子什么都不懂啊 对吧 你就有单纯的心去接受这个信仰就好了吗 去拥抱上帝就好了吗 这话首先没错 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福音书里边这个上下文 他讲你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对吧 是讲的什么 说你不能怀着一个刚才说的那种 好像你拿那底气去算计别人 就是你如果怀着一个那样功利的态度 害人的态度 对吧 你那样的一个心机 你想进上帝的国 这是很难的 你想接受耶稣基督 这是很难的 恰恰地讲到说你要谦卑像小孩子 对吧 怀着一个叫做赤子之心 很坦诚 很真诚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好奇对吧 天真 这样的一个态度去面对上帝 但是同样我们看到以夫所书里面 保罗他提到什么 他认识神的儿子得以怎么样 长大成人 他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矛盾吗 不矛盾 他这里强调的是我们的心智 我们的生命的成熟程度 我们的认知 对我们的知识 我们效法小孩子绝对不是效法 是吧 一有什么事躺地下哭闹 对吧 或者说是 你小孩子其实比较容易生活在他的那个beginners bubble里边 对吧 那个什么天使看什么武打片 对吧 比划两下 真以为自己是武林高手呢 对吧 你真正去念 你东练3339 下练三伏 是那样的一个过程 对吧 他讲的 保罗在这恰恰讲的 不是那样的一个所谓像小孩子 而是什么呀 您看提到 知识的责任 当我们不断成长起来 成熟起来的时候 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责任 对吧 去不被那些那些异端邪说去去搅扰的 我们又有真合乎真道的一个真实 知识怎么样呢 去保护去帮助别人 这是一个知识的一个重点 所以说你看彼得前书他也提到 他说他提到知识 他并不是把知识和生命把这些东西对立起来 您看他怎么说 他说正因为这样的缘故 你们要分外的殷勤 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 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钱 有了敬钱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有了爱弟兄的心 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您看知识就变成了 我们所谓生命成长 或者叫做成圣的 当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 环节 它是一环扣一环的 对吧 我们有了德行 这个德行不是一个盲目的德行 而是要有一个很清醒的认知德行 这个认知德行不是带给我们自高 而是加上有节制 最终的目的是爱弟兄 爱众人 活出上帝的爱 它就变成了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阶段 一个部分 一个环节 所以说我们看到保罗 他是被菲利比书 他这是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 他也提到 他说我所祷告的 就是你们在爱心 在你们的爱心 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 使你们怎么样 能够分别是非 做诚实无过的人 分别是非 做诚实无过的人 知识的责任 那么菲利比书 这我们可以多看一段 就是第二节 字比较小 但是这段经文 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了 保罗在强调说 就是那个 就勉励这些收信的人说 你们要 这句话 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 有一样的意念 这也是讨论很多的一句话 不知道您 各位团企查经的时候 怎么理解这句话 很不容易的 对吧 你怎么可能说 人与人 对吧 形形色色 怎么可能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呢 是有一个官方的声音 对吧 然后谁跟这个不一样 咱们就把它消音 是不是这样达到这个目的 相信不是的 那怎么样才可以说 咱们这么多的差异 我们最后可以有一个 一样的心思 一样的意念 对爱心相同 您注意后边这段非常经典 我就直接读后面 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极 缺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了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这恰恰道出了说 我们去讲究 关于知识 我们去认知的一个重点 效法基督 道成肉身 我们不是好像拥有了知识 我们站在真理的至高点 指点江山 不是那样一个状况 耶稣他本身知道一切 世界都是在他的智慧当中 被创造的 但是他作为了我们的榜样 他道成肉身 成为人的样式 而且你注意 这刚才提到 这个很痛苦的一个过程 对吧 其实是耶稣基督 他自己也是这样 以至于顺服 以至于死 所以说 这给我们一个提醒 就是我们愿意付多大的代价 去了解那些 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不一样的人群 不一样的这些想法 那么这个 这是这个 Miroslav Wolf 他是一个 应该是算是当代最重要 就还活着的 这些最重要的一位神学家之一了 他早年间是在 前南萨拉夫 应该是克罗蒂亚的这样的一个 在那出生的 早年间也经历了很多政治的迫害 等等等等 那后来出来 那么他这是一个 他一个很代表性的 一个著作了 他就讲到说这种 不同的人群 不同的观点 讲到这个 用我们的话说 讲到这个合一吧 他提到一个特别重要的 一个概念 叫做Double Vision 双重的视野 您可以简单理解为 换位思考 就是我能不能站在一个 跟我不一样的人 去重新去看待我自己 他说 我们通过让人的声音和视角 尤其是那些 我们可能存在冲突的人的观点 在我们内心回响 让他们帮助我们 从他们的角度 看待自己和他们 从而扩大我们的思考 你看 他这点很有意思 就是说 预先没有什么 可以保证这些视角 最终可以达到 融合达成一致的 就是我不先设一个答案 对吧 然后我们就是尝试去了解 尝试去站在他们的立场 去体会他们的这种感受 去了解他们的心思 然后 然而我们应该试图 从他们的角度去看事情 他后面这句叫 希望一个对抗 中文翻译 这是AI翻译的 希望对抗性的公正 最终可以变成 合一性的公正 我们觉得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这个对 所以我是对的 那么你那跟我不一样 你一定是错的 但首先我是对 有可能是对的 但是他说 不要停留在这一点上 也许还有一个 所以说一个 合一性的一个公正 那么他特别提到说 后面这句 他说对于那些 只知道在纯寂的光明 和彻头彻尾的 黑暗领域中 生活的人来说 放弃责任将是诱人的 这稍微有点绕 他放弃责任是什么意思 就说 如果说一个人 只是在黑白二分的 这样的一个世界 对吧 那我是对的 跟我不一样的 全是错的 对吧 就非黑即白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他说 那么不需要什么责任吗 对吧 你就是要么就是 要么就是黑 要么就是白 但是后面这句话 他说 除了自以为是的人的想象中 这样的世界是不存在的 因为他说 构筑这样的世界 本身就是不公正的行为 他等于把我们一个个体的认知 凌驾于所有人的认知之上 我所相信的就是真理 我所知道的 那就是一个世界终极的解释 你跟我的这套标准不一样 你就是错的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 很可怕的一个事情 他恰恰说 我们需要承认 人之为人的局限 只有上帝是透支一切 你记得Francis Bacon那一年 他的认知和他的大能 那么我们需要 透过他人的眼睛 甚至于说是那些明显的 我们认为不公正的他人 来看待我们对公正的判断 和我们对不公正的抗争 并且怎么样 愿意谦卑地调整 我们对公正的理解 忏悔不公正的行为 这段它是其实提到了一个 可以说是非常尖锐的一个挑战 那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世界 面对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这对我们基督徒 其实是一个考验 我们可以很简单地 把别人贴上标签 你那个不对对吧 你不认识真理对吧 我是对的 那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说我们尝试去 进入到他们的世界 但这个东西必然是痛苦的 记得刚才那个年轻人提到的 那非常痛苦的 可能我们自己本来的一些信念都会 都会打上一个问号 但是这是我们去迈出那个beginners bubble 去了解上帝的世界的 这样的一个必经之路 那么就是我提一个比较具体一点的例子吧 对吧 这已经知道 现在这几天也是那个毕业 不是毕业 学期结束 对吧 这么一个季节了 可能就是咱们当中不少学生 考试考的这个连滚带爬的 对吧 那考完了以后也会怀疑人生 说哎呀 这个这一切有什么意义来 对吧 我记得我当时考完试 都基本到时候都这样 这是胡适之先生啊 他在1941年 等于他去美国在那个普渡大学 那就是也是差不多这个月份的 不不是 六月份 这么一个演讲 毕业 就是咱们毕业典礼 香港也是会请一些嘉宾嘛 当时请的这个胡适之先生 他原文是用英文演讲 当然普渡大学跟咱们教会 也有很多的渊源了 对吧 咱们两位这个创会的长老 都是那个地方学生团契 但是那会还没有呢 那个 太早了 1941 但是1941年什么时候 对抗日战争最艰难 最痛苦的时候 所以胡适先生 他们的那些 那些中国好多都往美国跑 就是去求援去嘛 对吧 但是美国那个时候 大概什么情况 还是在一个 就是在 在一个摇摆的一个 就是还是在一个辩论 到底说英国 美国应该参与多少 1941年6月这个演讲 我没记错 年底的时候 12月份的时候 是什么 珍珠港事件 那时候美国才真的投入 所以他是在那之前 等于是在那 还有很多的 美国还有很多争论的声音的时候 这时候胡适之先生 做这篇演讲 那咱们想的话 他可能会怎么做呢 对吧 求助我们说 哎呀日本太坏了 你看把我们弄得很惨的 我们要什么 他肯定 我们现在应该是好像 就吸引更多的人来支持他嘛 他如果那样说的话呢 就好像变成 你只是兜售你的一个观点 你的一个立场 那好像那效果未必好 那我们看看胡适先生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角度 他在这个毕业演讲上 强调的就是 他叫知识的准备啊 其实讲的就是知识的一个责任 应该怎么说 他刚就在前天 希特勒对他的军队 发出了一个命令 其中就说到一句话 他就是这个希特勒 他要决定他的国家和人民 未来一千年的命运 但希特勒先生 一个人是无法 以个人的思想来决定 千千万万的人的生死问题 你们在这里所有的人 需要考虑 你们即将来临的 本地与全国选举中的 所有有所选择 当时的一些状况 大概他说 是的 你们就讲的那 当时那些毕业生 你们也会考虑到一个情况 就是你们在这个情况当中的思考 是正确的 还是错误的 就会影响千千万万人的福利 也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决定 未来一千年世界与其文化的命运 他说这个思考不是希特勒 或者某一个领袖的一个人的思考决定的 恰恰是每一个人的他的思考 他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世界 可能会决定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为少数特权 作为少数特权阶级的我们大学男女 他用这个特权阶级形容这个 当时读大学的这些人 就说好像这群人拥有知识的这群人 他是在一个社会上面 他更有话语权 更站在一个社会资源等等声音 这样一个制高点的 他说可能是更要留意 说对这些人呢 说严肃的和胜任的把自己准备好 以便像今日的这个时代 这个时机 每日从事思考和判断 把我们自己训练好 以便有责任心的思考 乃是我们神圣的任务 有责任心的思考 乃是我们神圣的任务 那么他提到说 这个当时的大学生 我想也适用于今日的我们 他说你看大学毕业生 离开了他们的实验室和图书馆 往往觉得自己已经工作的太劳累 思考的已经太辛苦了 毕业后应当享受一种 可以不必求知识的假期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心态 或者我们来到教会 是不是有这种期望 对吧 礼拜一到礼拜五 哎呀这个太辛苦了 对吧 到这可以不用再次思考 对吧 是不是享受这样一种假期 他可能不喜欢标榜 自己受过大学教育 好像好炫耀博学的 他不说炫耀对吧 他也可能发现 讲幼稚的话 与跟随和大众反 与随和大众的反应 是一种调剂 甚至是一种愉快的事情 就从众啊 你不用思考 好像有时候是一种 很开心很愉快的事情 对吧 无论如何 大学毕业生 离开大学之后 最普遍的威胁 就是溜回到 怠惰和懒散方式的 思考和信仰 所以说他说 有责任心的思考 至少含着三个主要的要求 第一 把我们的事实加以证明 把证据加以考察 第二 如果有差错 谦虚的承认错误 慎防偏见和武断 第三 愿意尽量彻底的获知一切 会随着我们的观点和理论 而来的可能的后果 并且道德上 对这些后果负责 思考是有责任的 那么你们 是否充分地准备来做这件 让在你们一生中 最神圣的行动 有责任心的思考 如果对于我们来讲 加上一个 有责任心的思考与信仰 那对我们来讲 知识是什么 很简短的 这可不像我们每个人 有我们自己的话题 抛砖引玉吧 说说几点 我们大家可以有更多的思考 或者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对话 首先那是一份上帝来的礼物 这是那个年轻人 他在视频里面提到的 说知识是为了那些足够好奇 愿意看世界原本面貌的人 如果你相信这个创造 我们的心灵和创造这个世界的 是同一位上帝的话 我们怀着一份 如同孩子一样 很单纯的 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一种热忱 那是很合理 理所当然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可以怀着 一颗赤子之心 对吧 享受这种求真求美的过程 而且就是 享受这过程当中的喜悦 我们的开心 不一定来自于说 我知道什么 我要去跟别人比较 我要跟别人炫耀 你就可以享受 这样一份单纯的认知 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说您很偶然的 您不一定是植物学家 但您很偶然 对某一种植物 有了一种了解 那么比如您行山的时候 你原来看的就是一片绿 但是突然间一看 原来你在这儿呢 看到自己认识的那一棵植物 你会有一种 好像一种更深的一个连结 会有一种喜悦 油然而生 所以这样的认知 或者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 对吧 这个首先是一个美好的事情 对 其次 强调 刚才不断强调 它是一种责任 是一种彼此连结的责任 他说这个知识是 给那些足够勇敢 愿意私下偏见 灭杀的人 人想认错都不容易 但是 如果基督耶稣 都愿意倒成肉身 他谦卑以至于死 给我们做出一个榜样 说我们可以愿意 不断地放下自己的 这样骄傲和偏见 我们愿意去认知的话 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 愿意基督的心为心 拆毁两下隔离的墙 愿意谦卑自己 付上代价 聆听了解 那与自己不同的声音 与视野 但是怀着这样的一个 终极的盼望 说万有将来在基督里面 同归于一 所以用一个句比较 经典的这样的一个 圣安瑟伦的这样一句话 可能知识也是一个 实践照命的窄路 Faith seeks understanding 信以求知 当我们的信仰 我们对上帝的信仰 是一个真实的时候 我们愿意付上代价 走一条窄路 可能这个问题 别人没有心思 或者没有这样的经历去想 甚至于说可能 我们当时去思考的时候 发现一些不同的结论 未必别人会理解 但是如果上帝呼召我们 在某一个话题 某一个领域 可能是某一个 我们每个人独特的一个视野 在那个地方 我们愿意去 有责任地思考 并且把这个眼光 上帝在那个地方的心意 带给更多的人 成全更多的生命的时候 那值得我们在上帝面前 好好地去立志 好好地去寻求 那我们就停在这句话 我们相信我大家 真是抛砖引玉 那么一起来 一起来安静祷告 也许看看上帝 在江临期当中 给我们怎么样的话题 怎么样的眼光 听不上帝感谢你 我们每天都在思考 每天有很多时间的思考 但是求你帮助我们 可以让我们去醒察 每天在我们脑中思考的 到底都是些什么 有哪些是为了功利 有哪些是为了计较 哪些是为了炫耀 哪些是论断 哪些是真正 以天赋的事为念 哪些是愿意效法 你爱子的样式 去真诚地去面对那些 解不开的难题 那些让我们觉得 艰苦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但主耶稣基督 你带领我们 你是一切知识的源头 你是一切美善的源头 你是一切大能的源头 帮助我们 在这样一个纷乱的世界当中 我们可以成为和平之子 让我们彼此理解 成全我们彼此之间连接的桥梁 让你的十字架费了冤仇 让我们可以众人 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期待在漫游 在基督里面 和而为一 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面求 阿们 我将你的华语深藏在我心 在这一切的荣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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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 你